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人在网络上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有些甚至拥有上百万千万的粉丝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会被他们给忽悠 他们一定是说对了一些什么 否则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优务者 他们肯定也说错了一些什么 否则他们也不会被称为公知 今天我们将通过解答几个典型的问题 为大家揭开其中的秘密 一、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像美国政府那样给老百姓发钱 二、广场协议到底是不是美国打压日本而设计的 三、特朗普给企业减税 中国为什么不跟 我们想给大家解释第一个问题 中国政府为什么不像美国政府那样给老百姓发钱 今年自新冠病毒在美国扩散以后 美国经济处于崩溃的状态 很多老百姓生活艰难 于是美国政府给美国人民发放了大量的现金 这件事出来以后 网络上就有一些人说 看看人家美帝对老百姓就是好 中国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怎么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中国为什么不学美国给老百姓发钱? 其实稍微有点经济常识的人就会知道 钱是不能随便发的 当市场上流通货币比较充足的时候 如果你大规模印钱 就会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得不偿失 假设中国政府给每个老百姓发1000元的现金 那么很多人就会拿着这1000元去购买商品 当大量的人拿着钱去购买商品 就会出现钱多商品少的抢购局面 商品价格就会大幅度上涨 即通货膨胀 假设中国政府给每个老百姓发了1000元现金 最终导致物价指数上涨两个百分点 原来一件商品只需要100块钱 现在需要102块才能买到 即货币贬值2% 假设你有10万的存款 贬值了2% 那么就是2000块 简单的说就是 国家给你发了1000块 物价指数上涨了两个百分点 导致你的10万元存款贬值了2000块 你到亏了1000块 中国发生疫情以后 很快就控制住了疫情 经济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能给大家发钱 因为发钱会导致市场上的流通货币增多 会引发严重的通货膨胀 最终会让大家的利益受损 那么美国为什么要给老百姓发钱 答案就是 美国的经济在疫情的打击下 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如果不给老百姓发钱 就会导致经济大面积的崩溃 由于美国人不存钱发生疫情以后 很多人失去了工作 没有了收入 没有收入就没有钱去购买商品 市场上有大量的商品 但是大家都没有钱购买 这时会出现什么情况 钱少商品多 导致物价严重下跌 形成突货几缩 钱少商品多 那么商品就要大幅度的降价 否则就会卖不出去 严重的时候甚至出现销毁商品的现象 今年美国销毁了大量的牛奶 猪肉和蔬菜 阿达河州的一名农民挖了好几条大沟 把100万磅的洋葱掩埋 美国最大的乳品合作社 美国奶农 每天清刀的牛奶高达1400万升 养鸡场每周就销毁 75万枚未孵化的鸡蛋 或许有人会问 为什么要销毁呢 难道不可以免费送给大家吗 只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 运输费用比较高 比如我在农村 经常看到老百姓把吃不完的大葱白菜扔掉 如果你想要 你完全可以到农村来 把那些多余蔬菜免费给运走 但关键是 你来运输根本不划算 因为价格太低了 来运输还不够车费呢 第二 要保证商品价格 当市场出现 减少商品多的情况 你为了减少损失 就必须销毁多余的商品 保证商品的价格 比如市场上只需要100斤白菜 但是现在却有500斤 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观望 等待更低的价格 最终可能导致你一斤都卖不出去 但是如果你销毁了其中的400斤 供给和需求就平衡了 价格没有下降 你就可以把那100斤白菜卖出去了 你有500斤白菜 如果不销毁 你可能一斤都卖不出去 但是如果你销毁了400斤 那么至少能卖出去100斤 所以钱不是能随便发的 当经济没有出现大问题的时候 就不能给老百姓发钱 否则就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当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 就需要给老百姓发钱 否则就会出现严重的通货紧缩 美国为什么给老百姓发钱 因为美国经济出现了严重问题 如果不给老百姓发钱 老百姓就会无法收费下去 同时会导致商品远超过需求 会让大量企业倒闭 美国政府通过发钱的方式 只能让老百姓活下去 又保证了企业不倒闭 中国为什么不给老百姓发钱 因为中国经济没有出现严重的问题 如果给老百姓发钱 就会导致物价上涨 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 导致大家的财富缩水 另外乱发钱还有很多的缺点 第一加大国家的财政负担 美国给老百姓发钱 这个钱从哪里来的 最终还不是要美国老百姓来承担 假水杯羊毛出在羊身上 第二有严重的后遗症 现在市场缺钱 你印了很多钱 保证市场上拥有足够的流通货币 但是一旦经济恢复了 市场上就会多出很多钱 就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那时就要采取各种手段 将这些多发出去的钱收回来 不让他们到市场作乱 中国的经济没有出现严重问题 给大家发钱 结果物价飞涨 为了控制物价 我们不得不加息或缩表 这不是瞎折腾吗 最关键的是 你这么折腾下 很可能导致物价一会大幅度上涨 一会又大幅度下跌 在这个过程中 经济产生严重的动荡 谁都受不了 今天猪肉20块一斤 明天10块一斤 不但你受不了 养住户也受不了 下面我给大家解答第二个问题 广场协议到底是不是 美国打压日本而设计的 其实广场协议的主要内容 只有一句话 美国要求日本的日元对美元升值 那么日元对美元升值到底是好是坏 有好的一方面 也有坏的一方面 我们先说好的一方面 假设现在人民币升值了 原来6人民币换1美元 现在只要3人民币就能换1美元 假如我有600块钱人民币 在以前我只能换100美元 只能到美国购买价值100美元的商品 但是现在人民币升值了 600块钱可以换200美元了 能到美国购买到价值200美元的商品了 所以人民币升值有利于进口 同样的道理 假设在美国投资建一个厂 需要100万美元 以前我需要拿600万人民币 才能兑换成100万美元 现在人民币升值了 我只需要拿300万人民币 就可以换成100万美元了 就能去美国建一个厂了 所以人民币升值是有利于对外投资 这些都是人民币升值的好处 那么有没有坏处呢 当然有了 假如我是生产玩具的 主要出口到美国 我生产一个玩具只要卖6块钱就有了赚 以前在1美元等于6人民币的时候 我只要把玩具以1美元的价格 卖给美国人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人民币升值了 1美元等于3人民币 我想要不亏本就得卖2美元 原来美国人买一个中国生产的玩具 只需要1美元 现在人民币升值以后 美国人买同样的一个玩具 就需要花2美元 所以人民币升值是不利于出口的 同样的道理 人民币升值不利于对内投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网络上才会出现两种分析 第一 美国逼迫日本签订广场协约 是平等条约 这个很好理解 有这种论定的人 都是从进口和对外投资上面来说明的 美国逼迫日元升值 有利于日本进口和对外投资 你看了他们的分析以后 自然觉得很有道理了 第二 美国逼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 是不平等条约 这个很好理解 有这种论调的人 都是从出口和招商引资方面来说明的 美国逼迫日元升值 不利于日本出口和对外投资 你看了他们的分析以后 自然觉得就很有道理了 这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 同一件事 不同的人分析 得出的结论是相反的 但是你又觉得他们说的都对的主要原因 那么广场协议到底是平等条约 还是不平等条约呢 想要得出准确的结论 我们就要看一点 这个条约的签订对日本来说 到底是好处大于坏处 还是坏处大于好处 分析到这里 相信大家肯定知道结果了 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因为那个时候的日本是一个商品进出口国 日元升值对日本的坏处 远大于好处 现在网络上经常有人用广场协议 来给美国和日本洗白 给美国洗白的人说 这个不是不平等条约 这个条约对日本有好处 美国没有把日本当成一条狗 给日本洗白的人也说 这个不是不平等条约 是日本想要日元升值才和美国签订这个条约的 日本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 那些给美国和日本洗白的人 无一例外都是从进口和投资方面分析的 而没有从出口和招商引子方面来分析 更没有综合分析 关于广场协议 中国官方也早就有定义了 2018年的时候 美国逼迫中国人民币升值 中国中美大使崔天凯就说道 我奉劝那些认为 刻意将另一个广场协议强加给中国 认为中国会屈服于恐吓 威胁和无端指责的人放弃幻想 所以毫无疑问 广场协议是一个不平等条约 下面我们给大家分析第三个问题 2017年特朗普给美国企业减税 中国为什么不那么做 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 2017年特朗普就开始对美国的企业 进行史无前例的大规模的减税 将企业所得税率从35%左右降至15%上下 接近部分避税天堂 世界各国的税率 都是根据各国的实际情况而确定的 它直接关系到商品的价格 降低税率 商品的成本就会降低 出售价格自然也会降低 有利于降低老百姓的生活成本 美国大规模降低税率 会让美国的商品价格大幅度的下降 美国企业的竞争力就会加强 这个时候其他国家想要保持对美国的出口优势 就必须跟着减税 否则企业的竞争力就会下降 比如生产同样一件商品 原来美国需要100美元 中国需要90美元 中国企业占有优势 现在美国政府给美国企业减少了20%的税 那么美国生产一件同样的商品 就只需要80美元了 低于中国商品的价格 这个时候如果中国还要保持对美国出口 那么就必须跟着减税 我们可以说 美国的这种做法是极不负责任的 由于美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减税 如果其他国家不跟 就会导致整个世界贸易体系出现严重的混乱 所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美国减税实际上就是在挑起税务战 美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减税 中国并没有跟着减税 清楚的记得 在当时 中国的网络上到处是骂中国政府的 尤其是一些企业单位 各种税率的比较 最终得出结论 中国的税收远比美国要高 但是中国为什么就是不减税呢 因为减税也并不是只有好处 还有很多坏处 好处就是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了 老百姓可以买到更便宜的商品 坏处就是国家的税收少了 于是有人就说 国家不能给老百姓让点利 让利当然是可以的 但是关键在于 让利是不是符合国家利益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中低端制造垄断全球 即使美国实施了大规模的减税 短期内制造业也发展不起来 还是需要购买中国的商品 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跟着减税 会出现什么情况 比如我和你生产同样的玩具 大家出口到美国都是100块钱 现在中国给企业减了20%的税 这个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 由于我们垄断了美国的市场 所以很多人都会认为 如果中国给企业减税了 那么企业就会赚得更多了 有这种想法的人太天真了 事项 如果中国给企业减少了20%的税 如果你出售商品到美国 还是按照100元 那么我就会以90元的价格卖给美国人 这样我就能强占你的市场份额 获得更多的利益 减税前 我的商品要卖100元才有利润 减20%的税后 我的商品只卖80元就有利润 所以这个时候 你必须不能让我抢占你的市场 于是就出现了一种情况 我和你开始打起了价格战 最终的后果是什么 我们两个都把商品的价格降至了80元 再降我们都会亏损 大家看看这个过程 中国政府给企业减税了20% 结果企业一分也没有多赚 反而让美国人赚了便宜 原本美国人购买一件玩具需要100元 现在只需要80元 这等于什么 这等于美国人赚了中国政府20元 原本的20元应该是中国政府的收入的 减税后 中国政府收入少了20元 美国人却省下了20元 中国企业一分也没有多赚到 这不是给中国企业减税 而是给美国人民减税呀 所以那个时候 中国政府没有减税 网络上到处是骂政府的文章 通过上面的几个例子 我们就可以看出 任何一件事都有两面性 既有好的一面 投资也有坏的一面 一个政策的制定 考虑的一定是综合后的效益 其到底是好处大还是坏处大 如果好处大于坏处 那么就可以实施 如果好处小于坏处 那么就不能实施 这就好像我们投资办厂一样 如果收入大于投入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 如果收入小于投入 那么我们就不可以做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 公知只会告诉你坏的一方面 而不会告诉你好的一方面 更不会综合起来给你分析 在发钱问题上 公知会告诉你 外国给老百姓发钱是关心民生 但是他们不会告诉你 那是因为美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了 不采取这种做法 经济就会崩溃 他们也不会告诉你 中国经济没有出现太大问题 如果发钱了 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 会让你的财富缩水的更多 在汇率问题上 公知会告诉你 人民币升值会让我们购买到更便宜的外国商品 会更加有利于我们的企业对外扩张 但是他们不会告诉你 人民币升值会压制我们的商品出口 会不利于我们的招商隐私 在减税问题上 公知会告诉你 减税能让企业的利润增加 能让老百姓购买商品的价格下降 但是他们不会告诉你 企业的利润其实未必和减税有必然关系 他们也不会告诉你 那样可能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 公知告诉你 发展中低端制造业会严重污染环境 但是他们不会告诉你 如果没有那些中低端制造 大量的人员会失去工作 难以生存 公知告诉你 国企效率低下 贪污严重 但是他们不会告诉你 国企具有极强的政治纪律 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责任 公知会告诉你 中国的政治体制没有足够的自由 民主和人权 但是他不会告诉你 中国的体制也拥有集中力量般大事 和最大限度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 中国崩溃论为什么崩溃了 因为他只看到了中国坏的一方面 而没有看到好的一方面 更没有看到好的一方面远远大于坏的一方面 所以他崩溃了 任何一件事 我们不仅仅要看到他坏的一面 还要看到他好的一面 更是要看到到底是好的一面多 还是坏的一面多 对于国家的政策来说 一定是经过各方面综合考虑后才决定实施的 如果你没有看懂 那么一定是你忽略了一些问题 这个世界是很复杂的 有时很多政策的制定 我们并不知道详细的过程 有时我们也没有那么大的知识量 能读懂国家的政策 不懂没有关系 我们只要记住 如果一个人对国家的各种政策 反复的指手画脚和说三道四 那么这个人大概率是比有用心的 这种人无论他说的多么好听 无论看起来多么合理 一定是片面的 这种人我们一定要远离他 真爱生命远离公知 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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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